不幸病科主治医师 从表面没有了 至少要观察 三个月没有新的真实物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带她的信息 即使带她的信息 我们也会给患者交代 要避免阴近根部 和对方生殖器的一个接触 为什么 因为阴近根部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避孕套乳胶 不能覆盖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 它也是尖锐使用的易感区域 所以说带着避孕套 也不一定是保证百分之百安全 那么什么时候是最安全的呢 我们从序处游体一直观察 至少要观察 八个月到一年 没有新生的游体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定义为已经临床治愈 那么临床治愈了之后 当然我们就可以进行 无套性行为了 专家提示 尖锐石油是一种性传播疾病 伴侣任何一方血疹 都是需要严格禁止同房的 避免交叉感染 如果经过正确